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 自2013年以来 中国人的晚婚现象日趋明显 而在晚婚的原因中 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这个数据占比最高 在平均结婚年龄超过30岁的广东 楚先生绝对是个拉高平均值的人 在45岁以前 他一直在外打工 也从未恋爱结婚 好在他终于确认了眼神 遇上了对的人 那就是他 经营美容院的陈女士 肤白貌美气质佳 而且年龄49岁的他 竟然也是头昏 我的年龄也49岁了 今年未分 他能跟我结婚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幸运 晚来的爱情就像胸有的大和 楚先生是一个猛子就扎了进去 坠入爱河 好像要伺候公主的这种感觉 你怎么带着这种心态 女王 我觉得我遇到对的人 然而蜜月没过 他们就分居 那就我就跟他说 我明天要回家 他走我样的走我顺着走 现在我一挂了 以后老了 我怎么伺候他呢 不到半年 他们就要离婚 不是我要的丈夫 也不是我要的婚姻生活 那我们就说换手 好不容易遇到爱情 为什么这么快 两个人就要逃离 两个年龄如此之大 婚龄却如此之短的人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情感纠葛 陈女士 你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 楚先生 与其做一个唯命适从的士兵 不如做一个敢做敢当的将军 调解 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陈女士和楚先生 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的诉求 主要是想着 我们能够 今天能够走到一起 现在就是 沟通曲线的广化 他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他 是争吵呢 还是谁也不理谁呢 我们没有争吵 因为我不敢说 我怕 有点紧张 紧张 大家看我 我下母老虎吗 他为什么要怕我 我的诉求 我是要求解决分心 离婚 结婚多久 2018 8月14号里 那是半年之久 半年就选择离婚 不是我想要的 非人生活 不难看出 结婚时间不长的 楚先生 是个怕老婆的男人 而这一切 在陈女士眼里 不过是一笑而过 陈女士告诉我们 今天要来离婚 不是他的头脑发热 相反 他当初的结婚 才真正叫做草率 我的年龄也49岁了 今年 未婚 作为爸爸妈妈来说 肯定也希望找一个 就是说一个家 亲戚儿介绍认识她的 我妈妈她们的理解 就是说 她是未婚 没有小孩 后来就是说 马上面临征收的问题 免个结婚证啊 就是说 多一点利益而已 就草率的 就点了一个证 大龄的问题 是你自己着急 还是父母接受不了 父母 他们给我的压力 我觉得是 无时无刻都有的 你比如说 这么大啦 别人可能做 哎呀 奶奶啦 外婆啦 怎么的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啊 会经常唠叨这些什么 对 包括他们的眼神 对我这种 肯定的渴望啊 什么的啊 他们都有 领证的时候 就是我想退说了一下 我觉得 这不是我理想中的丈夫 因为领证之前 去了一下她那里 大概就上四天 三天四晚 也没太多的交流吧 那广州的胖鱼 到去逛了一下 到我是好像是第二天 好像要回 回家了 我就问了她一下 我说 我们是相处几天 你感觉怎么样 她就给我 草率地回了一句 还好 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 未来可能往这个 恋爱方面发展吗 这句还好 你是失望的是吗 我觉得很草率 怎么叫还好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 我觉得 我们吃啊玩啊 比较活得来啊 觉得这个人还可以啊 性格合不合呢 性格合不合 都是靠两个人配合嘛 那怎么回答她一句还好呢 有时候我也输不出来嘛 因为我还是有情 觉得自卑嘛 喊不上嘛 是吧 你介不介意 对方是因为 比如说年龄父母的压力 然后还有所谓的 征收这个利益问题 而选择要找你 跟你结婚 我不介意 为什么不介意 因为我的条件 没有什么 经济基础不好 对 她能跟我结婚 对我来说 是很大的幸运 你感觉 她喜欢你吗 女人喜欢一个人 不是一门原因的是吗 她没有好觉 就是我有机会嘛 我对自己的评价管 是有自信的 靠什么呢 分口的先去 尽管楚先生表现得一般 但催婚的压力 还是让陈女士 接受了对方 而楚先生 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 很快就拿出了 十万块钱的彩礼 一起搁 赚了十万零九 就是说非彩礼的意思 待会儿 屏幕是晚上记得 我觉得我已经遇到对的人 就这样 49岁的陈女士 和45岁的楚先生结合了 人生一过半 才有了自己的婚姻 楚先生很是开心 他迫切地请求 妻子来广州团聚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妻子到广州的那天 他在火车站左等右等 却等来了妻子 一肚子的怨气 我们约定好了 过完节就去我那里 但是由于国境节票难买 我就没有给他订下票 突然有一天早上六点钟 我看到有票了 我就给他买了 因为他走得充满了 他的东西都准备不足 他一累了 他就生气 因为我去广州火车站接他的时候 他就不舒服 为什么不高兴 我到了广州高铁站 他就结个图 哎呀 他哪个哪个哪个号啊 哪个哪个什么出口啊 要我去找他 我生来乍大 我怎么找到你啊 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作为一个做丈夫的 应该是你来找我 对吧 那一下我就生气了 他就打我电话 发我微信 我也没接他的 他还没有到高铁站之间 我提前到了 查到他是哪个站台下车 我说我在哪个站台等你 我说你去来 不要走动 去来的时候呢 他就跟你跟着人流走 就不知道去哪里呢 我就明白 没办法 我就等着在一个地方 死守住他 好 他接到我他的住室 他就说 那我们就下碗面条嘛 我说我的是兴奋夫妇 兴奋妻子 我别说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 这起码的 你也要为我做一道 我喜欢吃的菜也好 他说下碗面条给我吃 那我当时就不接受 我说我不吃 你有没有说 你说 吃碗面条太简单了 我们去吃顿好的 四十多岁的人 不是二十岁左右 对不对 应该不需要你教他 是这意思是吧 对 后来呢 我们在外面还是吃的饭 就点了一个双菜鱼而已 那怎么不愉快 也没有消失 并不是一定要吃面条 我有那么傻吗 我说我印象 是吃面条 还是到外面吃 你三年的口吻 你怎么不先把 我们去出去吃 放在前面呢 因为我们吃饭 还有吃啊 我要去买东西 一点东西都没有装 我不敢买东西 他要求很高的 我怕买的不好 我怎么觉得 你有点好像 要伺候我公主的 这种感觉呢 女王 女王 一开始就是抱着这种心态 对 为什么我紧张呢 因为我伺候的是女王 其实是一个的 因为他知道 我就会要去他那里 你为什么没有好好准备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去的话 他买东西到超市 二就是买了个枕头而已 其实床上也没被子 也没什么 他也没畏惧 你还有什么东西不足 你就自己挑呗 虽然我是一个 四十多岁的女人 我的心里还是个小女王 的心态 上女方的心态 我还是要学着别人 好像 哎呀 你看你还选什么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什么都没说 哪怕就是说 跟他逛商场 什么的 我也一字不愉悦 他的标准很高 我不敢自动性 并不是我买不起 我没说 这个团单 一定要买一千两千 我没给你提 这个条件 这个东西 你还要我来出钱 给你买 不是说 我在负这个钱 我是在负一个 爱你的人 会为我舍得花钱 这也是我的不足 没有关注到她的情绪 没有关注到她的心理 陈女士的意思很简单 四十多岁的她 可以如二十岁的少女般 渴望浪漫 但是四十多岁的丈夫 却不能像二十岁的 毛头小伙一样 愣头愣脑 为了教丈夫懂浪漫 陈女士是单刀直入 我主动找她沟通 我们既然已经是夫妻 领导症 那我们的感情 是需要培养与磨合 我虽然比你大那么一点 我依然还是个小女人 我也需要男人的心滑 也需要你的肩膀 她也跟我说过 她怕我 我说第一 我不是磨老虎 第二 我不会把你吃了 没有那么可怕 她也就是说 她明白 她需要什么一些 什么安爱 温柔 温柔 就是这样 你听懂了吗 我可能听懂了 一心把妻子当女王的楚先生 下定决心 要在感情这门课程上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结果两天时间不到 她直接把妻子给气走了